美鳳有約 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如果說我今天的色水 很多顏色就很繽紛 其實每一年都有流行說 買什麼種色水或什麼色水 當然有時候也會流行復古 可是在我覺得 生活當中你就是來一點顏色 零星是猜色的 生活當中 可以讓我覺得比較快樂一點 比如說 穿衣服自己喜歡穿一些 比較亮的就覺得很開心 還有一點我作料理的 是我的家具 我的什麼 其實我也可以來個顏色 點綴一下 就讓我的書房不會很無聊 就像我這樣在廚房 我也可以擺一點點花的感覺 家裡有的花色彩 感覺心情很好 好的 今天要作料理的當中 我們也準備了很不一樣的 讓我們作料理的時候 心情會很好的東西 當然也要很會作料理 來跟我們分享 其實這兩位真的都很厲害 一個就是很會勤儉持家 另外一個超辣的 好 我們歡迎林芝佑還有梁佑南 我是愛料理媽媽 林芝佑 我是富家辣媽 梁佑南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時尚美鍋 泰素料理拌大桌 歡迎兩位 鳳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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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穿的顏色好配哦 對啊 今天我們是 黑白龍君補到花仙子 好 我覺得要作料理 基本上就是你心要定下來 就是不能不耐煩 不耐煩做的東西 比較糟糕覺得不好吃 對 很奇怪耶 真的是這樣 心思很重要 對 兩位就是... 我知道你很會煮料理 有時候過年都要拌桌 對啊 一個是比較麻煩 不過它很會作甜點 我也是很喜歡在廚房弄 因為坦白說 家裡也只有我會弄 所以一定要去弄 就很開心 因為作給自己親愛的家人吃 對 所以你就會放點感情 如果在廚房裡面 你看到的東西又是漂亮的 賞心悅目有沒有 那個菜切起來更漂亮 然後切起來更甜美 對 那今天有什麼人要來作料理呢 我兩個都可以作 大廚 然後我當那個... 沒有啦 不是這樣說嘛 因為那漂亮的鍋 要漂亮的人來用 你知道嗎 都知道 今天你只有美鳳姐能用嗎 沒有,我們自己要站出來 你知道嗎 要做什麼料理 作一個 那個很好吃耶 都可以配搭耶 然後我們再煮一個 然後我們還要做一個 蒜蓉蒸蝦 然後酒蒸蛤蜊 花雕雞板條堡的食材有 去骨雞腿肉500克 板條150克 芹菜兩根 香菇少許 豆皮適量 蔥三根 薑四片 大蒜六瓣 醬油15毫 花雕酒30毫 白砂糖一小匙 芋仔煎的食材有 芋仔150克 白菜30克 蛋兩顆 太白粉0.9杯 中筋麵粉一大匙 特調甜辣醬100ml 蒜蓉蒸蝦的食材有 鮮蝦10支 蒜蓉50克 蔥花少許 蒜蓉醬油30ml 酒蒸蛤蝦的食材有 蛤蝦半斤 蒜頭兩瓣 蔥花少許 米酒60cc 美鳳有約才幾分鐘 對啊 你作這麼多料理 那時間怎麼夠 沒有,我現在在洗澡 關閉 落到晚上在一起 對啊 對 現在的人回到家 其實可以在廚房待的時間 沒有很久 是啊 對不對,你說一個小時 緊繃 你就要趕快上桌了 有時候你可能只有四十分鐘 對 你就要讓大家吃飯 你剛才說的料理 有辦法這麼快的時間做出來 對啊 再更短一點點 對 因為我剛才有跟宥南說 我說 除了你的鍋子 可以作一個寶貝 要有湯的東西 我不是說要切蝦子 還要切那個蛤蟆 有沒有 來,我們的浪神就要來了 所以也要有一個浪神 它就是有多功能的感覺 對 這浪神看起來很大 可是還放得下去剛剛好 沒有,我們就二十六公分 就剛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 好,我們來做 這個需要就是什麼熱鍋嗎 其實我跟妳講 因為這樣的一個鍋子 其實不太需要熱鍋 因為我是五層的 五層的鍋子夠厚 夠厚 那你這個中小火 其實它的一個受熱度 它就很快了 最主要放一點油 不用多油 油一點就好了 好 因為我覺得那種不沾鍋 你不可以都沒有放油 沒有放油就不好吃 對,很奇怪 因為譬如我們用雞肉還是什麼 我還是會有一點點 對 就再帶出它的油 對,不是要多 其實這樣才是對的 你這個雞肉有特別注意嗎 沒有,我們就是去骨的雞腿 有人告訴我雞肉 如果雞腿整個要煎 皮先放下去 皮先下去 皮先下去 油漏 對 油先放在鍋子那邊 對 對 就是這樣會更香 對,就是把雞油的 利用雞油的那個油 來把它的一個肉 把它煎得恰恰 他們兩個真的都 兩個都真的很會做料理 你看 分工合作節就開始在那裡切 對啊 人家很會表情都真的有在做 而且都不用說 你知道自己知道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真的 對,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我們兩個傳得好 我們兩個傳得好 你這個鍋子 外面的顏色 已經很浪漫了 那裡面這又是什麼 一般是這種的 美鳳姐 為什麼它可以不沾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的雞 雞肉都沒有丟在鍋子 你有看到嗎 因為它裡面 就是弄那種陶瓷的一個不沾 所以不是人家那種 以前那個什麼 鐵芙蓉那種會掉出來的那種 像很多人比較不用那個 對 因為那種也有毒素 我們會怕 所以我們是用那種陶瓷的一個不沾 然後物理性的一個不沾 它就不會這樣子掉下來 在食物裡面 這個顏色也很特別 對 最主要 人家會覺得 你這個五層 這個厚一定很重 我跟你講 它不會很重 有一點點 一點 還好 不是想像中那麼重 為什麼呢 你要有一點重量 鍋子才會在 對 才會在 然後你知道嗎 它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有這樣圓弧形 你看它的蒸氣都在這裡洗 所以它傳導的聚熱效果 是很好的 為什麼它外面那個鑽石切割 你有沒有叫鑽石切割是漂亮 沒有 沒有 不是這樣而已 因為我跟你說 為什麼我開小火 我就可以慢慢蒸 可以有大火的感覺 因為它旁邊的熱能 利用它的一個鑽石切割折射 那個物理叫做折射 這樣撞過嗎 所以就把這個這樣倒回來中間了 對 所以它利用這樣的一個折射 整個鍋子的熱是聚在這裡的 所以它的熱能都集中在中間 是喔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切一切 來,我們剛才的香菇在這邊 好,來 我們把它丟進來 然後我現在就要放送香的 花雕酒 新的是用黃酒 對,黃酒 其實就是黃酒 然後花雕酒其實都可以 因為它是黃酒系列 我跟你講 日本人超喜歡花雕 對啊,就很香 很香啊 而且尤其是在吃的時候 你問到那個醬汁就... 很香 來一點白拜啊 但是我現在在這邊酒水 快點給我喝水 來 因為那個酒全部在我臉上 而且他們喜歡喝那個紹興或花雕 要加一點酸梅 然後喝那個汁 對 然後很香耶 其實在旁邊聞的人很香 你看 其實這個鍋子二十六公分 它作為圓弧形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煮湯 煮醬料 它的沖度是OK 深度夠 OK 所以水也沒有要放... 不用很多 不用很多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請吧,來 熱湯時我來蒸東西 對啦 美鳳姐,你看 對啦 不然我們有那麼多時間 了解 是不是 蜆子把它洗一洗 聖榕蒸蝦 蒸榕蒸蝦超簡單的 我跟你講 就把那個蒜頭放進去嘛 對耶 然後蒜榕醬把它淋上去 對,我們把它放上去 然後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就順便蒸一下蛤蜊 像我都是這樣 蛤蜊 蛤蜊也不用放鹽 因為蛤蜊本身就很鮮 本身就有了,對 然後我就把蒜頭擺上去 不用放薑 隨著你 你放薑也可以 然後放蒜頭也可以 蔥花要燙得比較好耶 對啊 然後蓋上鍋蓋這樣就... 不用加水 那個不用加水 蛤蜊自己會出水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對不對 我們來作一個蚵仔煎 跟你說它有多麼不沾 不沾 蚵仔煎也能不沾嗎 我一定不沾 你看我剛剛煎那個雞肉 姐姐 換我試試看好不好 妳要挑戰我的鍋子嗎 不是,不是挑戰妳的鍋子 因為妳的技術比我好 沒有,妳也加了 在阿季面前我就想說 我也不能鬧開啊 真的嗎 我也來玩玩看好了 來哦,我們就把火打開 好,這個時候 我們的蚵仔就可以下去了 你現在就是這兩隻 我覺得紫色很特別耶 很特別對不對,很貴氣啊 很特別耶 然後紅色比較華麗 比較熱情啦 我會覺得就把它 擺在家裡的廚房牆壁 然後反的這樣放 然後當裝飾 就是這樣 也漂亮啊 很漂亮哦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它這種銅色系的一個鍋底 很像比較用銅 對,然後用這樣色系的一個鍋底 對 你的食材放下去 看起來都很好吃 對啊 但它這邊是銅嗎 對,它裡面有銅的材質 它有銅、有鋁 它有銅、有鋁 然後同性 它的導熱效果非常快 但是它最裡面那一層 是陶瓷的不沾 但是它是那種 航太的那一種的一個金屬 所以它輕 它沒像... 我們印象中 這種五層的鍋子 那麼厚重這樣子 蝦已經變色了 而且很香 原汁原味 這也單燙 單燙嘛 差不多,我們可以放這樣好 這樣也差不多哦 蚵仔草,你要很熟嗎 我OK 我可以了 最差不多的 因為它已經在那邊開始Q了 對 所以就放一點薑 要全部嗎 不用吧 好 好 然後打兩個蛋 現在就打嗎 最後,來 它不是等它好... 對 好,我也不知道 現在就放嗎 好,反正我很多 不要理我啊 我跟你說 現在這樣子對不對 因為它要結整塊了 就是在它結整塊之前 對,芯菜我們就要下去 芯菜就要下去了 了解 其實在家裡煮這些料理 就是很好玩 但是最主要你鍋子 如果會煮鍋子 那種鍋子 你就不敢做這種... 心情就不好 對,你就不敢做這種料理 你知道嗎 然後有時候 你媽媽說還不會浮 這個菜煮之後 還有那個菜要不會煮 不會浮 你也是心情不好 對 這樣一直煮 不用... 不用,在這個上面就可以了 我們直接在上面把它吐開就可以了 可是它不要煮煮 它鍋子比較白 所以它... 它是平底的感覺 可是我們的鍋子 剛剛底部也是平底的啊 對 只是它是做這樣圓弧起來的 感覺這個比較大 對 所以它煎時又不一樣 可以自己選擇 對,這四個珍惜 湯也有附給你們 你習慣用來的 這個用麵的 這是煮麵的 這個是煮湯的 這個是可以撈東西的 對哦 撈東西 撈... 撈青菜 撈也可以 好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 像這種鍋子 漂亮 我們不要一定要用不鏽鋼 鐵鏟或什麼 一定要把它吐,你知道嗎 好 不需要 所以你看看 我的鍋子的受熱效果 是很快的 其實好了 好了,當然可以了 所以蚵仔要先煎一下 對,稍微煎 對,這樣燙 你看,這樣子一隻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上菜的時候 就很簡單了 對 好 好 好 很厲害耶 好,你看 我的鍋底是這樣子 乾乾淨淨的 很乾淨耶 所以你要撈鍋 我告訴你 這個待會兒給你們加 來 其實... 對 我都是這樣 擦擦 擦擦 然後水沖一下 就可以放上去 擦一擦 因為它不沾 所以擦一擦 對哦 這樣好耶 好 這樣就好了 你都不要撈鍋 所以有人告訴我 這可以用鐵鏟嗎 可以用鐵鏟嗎 我覺得用熱水再探燙 就換乾淨 對,熱一下就可以了 是 然後清潔劑也不要放太多 都不用 用水沖就好了 而且又環保 是 來,我們把醬子 你要把醬淋上去 好 還有就是 我們這個底部 它有一個不鏽鋼的原體 你有沒有看到 對啊 所以它的一個聚熱效果是更快 所以剛才 為什麼一直開大火 一直給它洗 因為 就怕你炒火乾 因為你洗火就可以做大火 你會覺得很浮潤 你知道嗎 對,你看 因為我們會比較有這塊 大火才會快熟 所以你看 又省了瓦斯 你知道很多媽媽為了這一塊 都去買一個聚熱板 對 對,放在下面 有時候你會燒到 我們就做到這個面臉 而且它因為有這塊 所以你們家的電磁爐也會用 真的 你知道有多少鍋子 是電磁爐不能用的嗎 對,真的 我們可以用的 瓦斯爐可以用 電磁爐也可以用 黑金爐、微金爐都可以用 對 對 都開口了 我們家的這個好了 這個好了 所以我們把它打開 對 來 來,我們把它拿出來 其實蝦子 對 如果要清清蒸蒸就好了 要放這麼不放 另外勻也可以 都可以 用醬油勻芥末 然後再蘸也可以 都可以 蘸一點蔥花就可以了 對啊,而且 接下來 再把鍋子下層煮滾的花雕雞 依序放入豆皮 半條 吸收美味醬汁 待攪拌均勻後 放入芹菜、蔥、蹄味 美味料理就準備完成了 我們現在好了,我們關火 我們就直接這樣上鍋 那就直接這個鍋子 就可以上桌了 而且看就知道 這是這一餐的主菜 好,我們來準備上菜了 好香哦 對 趕快開心吧 真的,它都直接擺上鍋 而且還維持熱 對啊 而且你看我們家裡有電磁爐 很多鍋子不太有電磁爐 對 我們在放在電磁爐 所以你看孩子在住校 還是租房子 有沒有,小家庭租房子 沒關係,你是要做什麼 你講你的文字 先課了 你想要... 可是你用這個來撈裡面的 你意思說如果是學生 住校生 就可以 因為有時候沒有電磁爐 他們都是擺一個電磁爐燒開水而已 甚至於像有一些小家庭 有沒有,小夫妻 然後他們租房子的 他們也... 現在很多人都沒有放電磁爐 所以有一個電磁爐這樣子 其實你連蒸個東西都很方便 很Q 是不是 我吃那個龜條 龜條很Q 所以龜條你一定要送到它放 用泡的,泡那個湯汁就好 就讓它去吸那個湯汁 芹菜有加分耶 芹... 加分耶 最後那個芹菜一定要有的 而且這裡會切一切 一個這樣的鍋子 不是說我餅乾 不需要洗一個碗,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覺得漂亮 我現在有時候炒菜 炒菜整個鍋就放在桌上 本來有時候說 你怎麼都不把菜拿出來 我說你不覺得它也很漂亮嗎 然後有時候湯 吃那些湯鍋的時候擺著 吃火鍋、吃湯這樣 對 也很方便 最常我們在不營的時候 減洗一個鍋子炒很多 而且這個顏色在桌上 你會覺得這一餐就好豐盛 對啊 多一個色彩 你心情也會不一樣 對 煮湯汁應該OK 蒸 炸也可以 麵也可以 我們滷肉也會營 因為它還有青嗎 因為我是怕青 怕裡面塗層的影響 不會 因為它是一體成型 它是鈦和金 跟陶瓷不沾 所以它可以炸 可以滷 可以燜 然後還可以蒸 然後可以炒 所以你可以洗很多鍋 你知道嗎 不然像炸一個鍋 炸一個鍋 如果再煎一顆再一個 對啊 四、五... 所以它平底鍋、生炒鍋的一個造型 它一體成型都做到 所以你便買那麼多鍋 你知道嗎 可以洗你的空間 最主要放下鍋 然後更重要你安心 因為它裡面的這些材質 它得過法國跟德國的那種檢驗 所以都不用擔心 對 所以我們自己作料理 健康一定擺第一 一定要 然後 又是最重要的 都具備了 很快 回家四十分鐘 全家大小就可以 對 至少四個菜 而且我是喜歡有蒸籠 它知道 人生在蒸 很方便 現在很流行 對啊,因為以前 媽媽像我們家 以前那個人生就是一個 下面一個裝水的 然後上面又一層 只要蒸那個人生 每次都不知道要蒸那個土 你知道嗎 一年才拿出來蒸肉粽一次而已 對 不然就幾年蒸年過而已 平常四十多 很難得為了那個拿出來用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說 那我如果要蒸一個蛋怎麼辦 來 它有給我們 而且這個蒸架是有腳 這個腳可以自己裝 你如果把它拉起來 你收下去 它不佔空間 那你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裝起來就好了 漂亮耶 然後它就可以放在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蒸蛋 蒸蛋 蒸個豆漿 就很方便 或是說有些青菜 喜歡用蒸的也OK 也OK 對,像我有時候一個人在家 就是昨天的剩飯一碗 然後半條魚 我們就把它放一放 就做一次蒸蒸的 有時候這個我是沒有收 像有時候我就放在桌上 東西燙燙燙燙的 當中 隔熱板用這樣 真好用耶 對 我是這樣子 其實剛才你們煮的時候 是 是我想要熱一點 所以我火開比較大 不能再煮 我就一直煮 因為這個有五層 這個鍋子比較厚 所以它去熱效果比較好 所以你真的不用開太大的火 而且我覺得現在 我在煮東西 我有改變方式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的冷油下去 然後小火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下去爆香 可是我就... 你就不要有油煙了 我在想說 那個要煎 要油放下去 肉下去炒 要有那個... 像中那種感覺 對,可是這樣油煙 媽媽,你就吸到... 而且我們的臉都要蒸臉了 這樣不好啦 油煙太多 對,可是冷油 然後冷鍋慢慢這樣子煮 其實是一樣可以煮出那種香氣的 因為你鍋子只要聚熱夠 其實那個蒜頭、爆香 其實一樣是有那個效果 可以的 對 尤其是現在我們家室 有的人是三口 三口火,有沒有 有的是兩口 可是你看這樣子 這些總共也只不過用到兩腳 對啊 如果說另外一個蚵仔煎 剛剛那個不算的話 你一個火就可以做三個菜 它很厲害 你看,這樣只不過才用到兩腳 對啊,因為有的時候啊 兩腳是台語 只不過是鍋 好順哦 這種最自然的 我跟你講在媽媽... 媽媽在作菜的時候 就是想要快嘛 對啊 所以一個腳火在燉湯 一個腳... 對,可能你煎魚 煎魚就比較好 如果年紀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電磁爐 放在家裡滷肉 你就生很多事了 你知道嗎 一個鍋子走出來 然後要作出... 你不會第三道菜煮好 第一道菜已經冷了 對 我覺得你們兩個來分享這個鍋 我覺得很貼切 因為你們本身常常常在作料理 你們會有所要求 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還滿時尚的 然後功能又多 作料理又很好用 讓你省掉很多的時間 所以這個鍋子有時候 不用太多 好用兩腳 就可以很輕鬆上一桌的好菜 對啊 真的很棒 而且我們這一個 加一個蒸籠 比你們加六、七個 你很厲害 用好的時候洗完的時候 掛在廚房 要好看 隨時走進去都很漂亮 自然也很OK 然後說這個媽媽作料理好時尚 有沒有 你整個廚房的氣息又不一樣了 所以來一點顏色 讓我們家裡就會覺得 比較有色彩 感覺就心情又不一樣了 沒錯 所以作媽媽也... 作料理的時候 也可以美美的賞心悅目 一定好 非常謝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很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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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